俄军这实习天来 是猛攻乌克兰南部大臣尼古拉耶夫 遭遇当地军民的强烈抵抗 导致俄军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占领 在15号 尼古拉耶夫的州长甚至宣称 乌军成功逼退了俄军 而外国媒体记者也冒险挺进当地 来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 虽然眼前看到的只是一片断圆残壁 但是他们也见证到了 乌国的军人还有人民 钢铁般的反抗意志 尼古拉耶夫一再响起空袭警报 两周来已经成为当地每天的日常 军民躲避战火 超过一半早就逃光光 记者采访尼古拉耶夫现况 开车进城首先直击 乌克兰士兵布阵防守 不让俄军有机可乘 因为这里战略地位重要 俄军要控制南部大臣奥德萨 首先要拿下尼古拉耶夫 但俄军屡战屡败 久攻不下 乌军在前线看到俄军早就士气溃散 战力大伤 更坚定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连警察也坚守更位 警车24小时上街巡逻 不给侵略的俄军有潜伏渗透 攻进城的机会 天亮后的尼古拉耶夫 当地还没疏散的军民 趁着炮火控党 赶紧搭车离开避难 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悲声 再度上演 让妻儿平安撤离 南丁留下来奋勇抗敌 乌克兰军民上下一心 俄军侵略恐怕到头来 被打得灰头土脸 杨正平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